有话有问我 老花一 给植物捧果 是用蛋肥好 还是甲肥好 小孩子才选 青年龄我都有 但是你一定要 知道一个什么事 长果的话 还是以甲肥为主的 蛋肥主要是它的一个 生长元素 供给叶片的 甲肥是让它变壮的 蛋肥对于人来说 就像人吃的馒头 对吧 甲肥就像人吃的肉鱼蛋虾 让你长得更粗更壮 更加胖 这样一盖它不就行了 你现在不论任何时期 这个植物的蛋铃甲的需求 它都有 你开花的时候 也可以用一些蛋肥 但是不要过量 你开花的时候 用的蛋肥过量了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花脱落了 叶子长得大了 对吧 你如果说在结果期 用的甲肥少了 或者说什么肥都不用了 停肥了 它就会掉叶子 它把所有的营养 都用来供果 这个最常见的 就是大家养的柠檬 柠檬在一块 结果的时候 呼噜呼噜掉叶子了 这就是花儿文没撕肥 这个时候 你蛋铃甲不都得补充一点吗 甲肥为主吗 对吧 还有呢 就是大家伙对于这个 淋肥这个事的理解 淋肥主要是供给开花 还有一些根系的生长 根系的生长也是离不开甲肥的 所以说你不要偏刻 然后你就满分500分的 500分四门 一门125 你就光修两门 修到满分也值250 对吧 不要偏刻 简单一概 淋肥供叶 淋肥供花 甲肥供果 基本的样 但是不要偏刻 我是老花一 最在意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请按赞 可以视频要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拜 哎 嘿嘿 嘿嘿